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 他做的这些作品了 来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做这个作品的话 其实它是有故事的 因为我们来自于梁山 高中毕业的时候的话 和同学们的感情是特别深的 我就想一下 怎么纪念住我们这个友谊 那么当时的话 我就第一次做了这样一个作品 就是我的这个亭子 那么第一次的话 我是用牙签做的 做好以后 我送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哥们 这个作品在送的过程当中的话 就给了我两个启发 第一个启发呢 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 回头力特别的高 但是我就这样走着嘛 然后别人就这样 你看那个小子 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样就这样 然后一路上的话 阿姨就 就这样 我觉得特别有面子 你很得意洋洋 我从来没有 得到别人这样的表扬 我觉得好像 自己的话得到别人的肯定了 心里面非常的开心 第二的话就是 我的朋友特别的高兴 我们就发了一个什么QQ 然后呢就宣传出去了 就有很多亲戚朋友 都来要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从08年到现在 除了工作以外 其他的月宜时间的话 都在送礼品 现在的话已经十年了 然后我还欠很多人礼品 然后这些作品的话 都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这个的话就要好好介绍一下了 因为我的家乡来自于梁山 我相信我说岳西县 在座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嘉宾朋友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这岳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还真不知道 我没去过 我是四川人 哦 四川人 好 好的老师 这个作品的话 是我们老家的一个 叫做拜仙桥 因为我妈说 你在外面工作的话 你要时时刻刻想着家乡 然后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好 我不能经常回到家里面 所以我妈说 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家乡的桥吧 放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想家的时候 你就看一下这个桥 所以我就把这个桥做出来了 后面的话 做出来以后的话 我觉得因为我的家乡 除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以外 没有让别人寄出的东西 那我做了这样一个 这个拜仙桥以后 可能以后 别人买了这个东西 或收藏以后 他会发现 因为这个桥 而寄出我的家乡 我觉得 我可以为家乡 做一点微博的力量 也可以帮家乡 做一点宣传 就是这个意思 还就是什么 这个作品是贵州茅台找到我的 因为当时的话 茅台的话 他们想结合茅台来宣传一下 它的一个地方文化 然后他就找到我 让我来做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可以揭开的 以后的话 它的茅台酒的话 它可以放在这里面的 别人喝的瓶子的话 我相信 这个包装盒 它不会扔掉 就可以做成一个 很好的一个 纪念的一个东西 这卖多少钱 应该给茅台 这个的话 三千块钱 做多久 这个我做了15天 你情人节送你老婆 这是什么 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的话 因为我送了这个作品 送了很多给朋友 他特别希望 我能送一个这样的东西给他 但是后面我们结婚以后 我说媳妇 你看吧 别人都送这个 现在每年情人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全十美 你想要哪个 我就送哪个 这样的话 我媳妇一下就无话可说 你媳妇把你教的挺好 看到没有 我们四川的帕尔多 就是这么可爱 你怎么想到用一次性筷子 我当时也没有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很好用 也特别的简单 这拿什么胶粘的 这个是用502和热绵胶 粘在一起的 我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 最大的奇妙之处就在于 它没有损毛结构 它也没有什么钉子之类的 但它不散家 它一点都不散 就有些地方粘在一起 是粘很小的那个面子 对对对 那它就怎么这么结实呢 因为它是和你的连接方法 你的材料有关 因为我这个作品 它最小的一个零部件的话 可能是两毫米左右吧 你这要设计好了 在粘的吗 还是凭脑袋粘 凭空想象 这个也是凭空想象 这个的话是Cano 它的那个i-Fi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 你这个结构完全是仿真的吗 这个加入了我个人严肃 对啊 没有这个 这个玩意儿没有的 我记得i-Fi贴塔 没有这个 对对对 因为所有的创作的话 它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还原它的那个东西 它是加入我的灵魂 和我的灵感的 一个一个东西 你们家人支持你做这个 我们家完全反对 因为我们家里的人觉得 真正的工作的话 应该是你出去 什么工厂 什么上班 哪有一个大佬爷们 天天躺在家里面 就是能做这个工作的 我媳妇一谈到这个 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说我给你一个期限 就是这个抖音上面好 你要是不火的话 你就不要再做了 然后我媳妇 说完这句话以后的话 他第二天转身就走了 回娘家了 好 他一走的话 我觉得我的灵感就爆发了 然后他一走 你灵感就爆发了 你你这话说完之后 你就还上爱情保卫战了 你小心点啊 我媳妇一走了以后的话 我就做出了这样一个 吊脚楼 然后我发了这个 给我媳妇看 我媳妇说 你这玩意儿太丑了 火不了 他这一话一说完 我这个作品 当天晚上的观看量 达到了一千二百万 五十五万个在 我说我的天啊 我瞬间就懵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说媳妇 这样算不算火 他说你可能火了 那你又继续做吧 他又从娘家 又赶回来 就开始帮我拍摄 这个制作过程 那你灵感不是没了吗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从娘家 回来以后的话 又给了我另外一种 家的感觉 然后我又做出了这个 飞窝 周深欲很强 是不是接下来 就开始掉水了 那你现在能挣钱了 又火了 他支持你了 现在的话 也不算是支持 或者说不支持 我媳妇的话 她觉得啊 我有梦想的话 这个不需要别人去支持的 你有梦想的话 你就坚持你的梦想 别人不能左右你 左右你的是你自己 所以呢 不管别人怎么说 怎么做 哪怕是我实际上反对我 他家人反对我 我家人反对我 我一年会把这个路的话 走下去 当有些男人 在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业 却挣不到什么钱的时候 女人来反对 很多男人就会说 你闲贫爱富 你太现实了 其实男人是不懂女人 女人不是现实 女人是务实 她需要你做一些 能够有经济回馈的事情 要有家庭责任感 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遏制自己的梦想 她不是现实到只看钱 她是务实到只看责任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否则的话 你在没有什么钱的时候 她也没离开你 对对 有很多女人说着说 你不准做这个 你不准做那个 到头来给你收拾的 还是她 对对对 对吧 说得非常的好 你最得意的几个作品 是哪几个 今天可以拿出来拍卖 飞屋 因为这个作品的话 是抖音上面的学生 选的最多 就是你的老婆 回娘家之后 你灵感迸发的那 不是 我老婆回来以后的 回来以后 爱情的结晶 这个起拍价多少 这个起拍价 我很少 我就算的话 500块钱就可以了 来 500 800 900 1000 1200 1300 你胆子好大 他 哈哈哈哈 那1500吧 1500一次 1600 天息 1800 你索性加的2000 算了呗 真是 就加了1800一次 1800 两次 2000 2000 到底谁2000 那你就说2001了 可以 2001 2100一次 2100 两次 2200 2500 好 2500一次 2500 2500 两次 2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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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 2580 三次 挂的是你 我的 哎呀 今天的土好啊 你们这些老板啊 拿着 拿着 向老婆汇报一下 今天花了多少钱 说一下 来来来 老婆我这个月 不要零花钱了 你老婆每个月 给你的零花钱 是多少 500 那这个钱是私放钱吗 不用 这个回家可以报销的 真的啊 真的 你确定你这会儿 你跟老婆不要道歉 或者先跪下来跪一下 老婆啊 买了啊 回家怎么再说 好不 男人嘛 在外面就是要有饭 霍尔特这段时间 在非女莫属录节目啊 把胆子养肥了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霍尔特应该是疼媳妇的人 并且也是一个怕媳妇的人 在朋友圈里面 天天都自拍 天天都臭美 但是他的照片当中 从来都 只有他自己 没有别人 好好回家过日子 太损了 你跟我所想象的差不多 我们同样头发不多 对吧 虽然我肌肉没有你健硕 但是他憨态可居的样子 可以看得出来 在生活当中 应该是一个负责任 爱老婆的好男人 以后呢 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可以 作为产业来做 你媳妇可能不是希望 你能够挣多少钱 但是她希望你能够 在做东西的过程当中 不迷失自我 又能让自己快乐 祝你们家庭幸福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记得拍照 你下去休息一下 老师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